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的Y径500 前缘长度 却有138.8 加工难度 拖高的一个 不锈钢一轮的加工全过程 先照惯例 称一下重量 247公斤 准备干第一刀 第一刀比较磨叽 第一刀因为有侧倾角 有一部分刃没有接触到弓箭 所以声音比较刺耳 一旦切进去的就悄无声心 非常丝滑 挖的深处就需要依照人板大 就眼见为实吧 挖了一个生草之后 接着挖隔壁了 两个相邻的草 就可以形成一个叶片 现在都挖完了 通过挖两个生草 验证了刀具和程序之后 就开始挖其他的所有的草了 挖完一圈的样子 第二层再接着挖 上面挖了下面挖 我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原生元素 证明一下 继续挖呀挖 挖呀挖 一起挖到 这个样子 这就完了吗 当然没有了 继续挖 边挖边青角 挖了好几天 终于挖完了 现在准备留到半金家工的金家工 全部走单向 反正老板不差起来 味道好看 干完留到都要彩虹纹了 果然好看 接下来就是叶片金家工 好看的 叶片金家工留下来的头发丝 金家工用了刀具 做完 就是这个样子吧 镜头拉近一点看一下 还是不错的嘛 留到面 A面B面前缘 翻过来再看一下有没有那些不合格的纹路 都非常光滑 以上就是中山铁记的全国产系统 四伏电机全部都是国产的五周机 所做的叶轮 希望大家喜欢